请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听卢台长的白话佛法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 今天是2017年的3月11号星期六 那么这个3月12号就是明天 那么就是我们的佛陀的涅槃日了 佛陀涅槃日 伟大的佛陀给人间带来了这么伟大的一个佛法 所以让我们的缅怀我们这位伟大的佛陀 好,今天在节目之前 我们会有十几分钟的白话佛法 实际上台长说 我们学佛人重在什么呢 重在自己修行 实际上是重在要修智慧 那么有时候我们人呢 总觉得自己在行善 好像在做很多好事 但是呢 实际上我们呢 都没有很注重自己呢 生口意所造的恶业 所以很多人做一辈子好事 但是呢一辈子都是在有漏当中 因为他们身体造的恶业杀到淫 嘴巴造的业忘于两舌 恶口其语 意念上造的是贪称痴 那么我们人呢 有时候自己问题不知道 自己在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比方说你在挑拨别人了 引起仇恨了 像现在很多女孩子眨个眼睛 你就是在造业当中 所以呢 我们这个佛法 借讲要重视身口意 三叶的清净 其实讲到语言上 我们说 台长经常跟大家说 一言可以新邦 一言可以三邦 就是说 一句话可能 你可以让一个国家变得非常兴旺 一句话可能 把一个国家都会灭亡过去 读读历史 我们就知道这句话了 因为我们的意识 决定了我们的口业 所以我们现在的人 偶尔有一点不开心 心里马上就会 一直 念念不忘 然后呢 有一点事情 不舒服 马上就犯了 称念 恨心就会起来 心理行为就会很多 有时候细微的 我们难以解决 难以觉察 一句话 一个概念 让你会陷入自己非常 难过的城市当中 比如 一个人讨厌一个 一个人 其实是很正常 但是因为你起了厌恶的心 那就转换成你的称恨心 所以学佛人不管有多大的错误 我们应该原谅他 虽然心里会有厌恶和称恨的感觉 但是你既然学佛了 你就应该实事求是的 慈悲 有时候 就像父母亲一样 看见自己的孩子 做错事情 也会有些愤怒 也会有些 对孩子的一些 严厉的责怪 但是父母亲一边责怪 一边流眼泪 实际上 这就像菩萨对我们众生一样 因为 孩子的这种称心 恨心 就有了我们人间的众生一样 我们人对 这个善恶 根本看不清 根本不能够明白 所以 我们有时候要懂得 我们称心重的人 以后走了 就会到阿修罗道 虽然阿修罗道的人 都是在人间有修 但是因为他们的恨心 不灭 所以他们就 善恶观念 就会分得很重 所以他们就无法 正果 因为 贪争吃 是属于三毒 所以我们贪恋 也是一个毒 所以有时候我们贪恋 人间的一些 幸福的环境 贪恋 自己放不下的一些东西 你的境界就会随着 这个社会的境界而转换 还没有慈悲心 所以 很多人 犯了戒律 就是因为经不起 整个环境对他的影响 让他进入了人间的 贪嗔痴慢疑的 这种境界当中 所以 他就不能明心见性 他不能大车大悟 所以 他就不可能达到究竟圆满 所以台长叫大家 学佛 不管大乘 小乘 首先 先好好的把自己 食业 善业给我修好 把身口意 恶业 转成善业 这才叫修行 讲出来的话 做出来的事情 动出来的脑筋 一定要跟佛一样 跟菩萨一样 绝对不能找自己的理由 不能 制造自己思想上的错误 跟别人 争斗 然后 浩大喜功 自己的烦恼 一看不惯别人 别人跟着受害 自己也 在造业 所以我们看到世界上很多人 好像他们种了善因 为什么结果却是恶果呢 理 理由很简单 因为他们 种善因 是种下了 但是 但是他们 没有智慧啊 他们在种善因的同时 他们又在 种恶果呀 所以恶果 长得快呀 善因 种得慢呢 所以恶果一出来 可以把他的善念 善因 和善果 全部都可以遮住 所以我们自己 每一个人 做了很多的恶业 还不知道 所以学佛 最重要的修行 在于修智慧 所以很多人 有很多 其他的方法 法门 注重一个 是不行的 学佛 学佛 学法 要注重自己的 所有的 生口衣 不能光收 修生 也不能光收 不能光修自己的 口业 也不能光修 自己的 意念 要生口衣 一起修 要增加自己的 内心 的一种 能量 和承受力 要懂得 你如果没有修行 你就会 相互谋害 因为什么 就是用你的意念 会伤害到你的 口业 用你的口业 又会伤害到你的 意念 用你的意念 又来伤害到 你的行为 所以这就相互谋害 举个简单例子 你的意念不好 你的行为 就会做出 打人的 或者做出 不好的动作 因为你经常 做出不好的动作 所以你 整个的意念 就变成肮脏 无耻下流 你的意念不好 影响到 你的嘴巴 你的嘴巴 经常骂人 你的意念 就会受到影响 所以 学佛 台长再三 跟大家讲 是学智慧 一个人 一个人没有智慧了 这个人学什么佛 能学到什么佛 想改变命运 就一定要真正的修行 要听 台长的话 要少言多思 少言 少言 华语 就是都舍六根 管住自己的眼耳鼻舌生意 老师修行 老师学佛 不要搞什么 外门写道 学佛就是一个 规规矩矩的 静念相继 就是干净的念头 一直 在相继着 就是继续 你脑筋里都是干净的念头 你不去看 那些不该看的东西 不去听 不该听的东西 不去说 不该说的东西 不该管的 你就不管 你 这样的话 你就慢慢的会干净 很多人 整天的 一边念念经 一边骂骂人 一边念念经 一边说说别人不好 你想想看 这种人 成天张家短 李家长的 他还能念经吗 他还能修成菩萨吗 少言寡语 少说 多听 这就是台长跟你们讲的 为什么一个人 一个嘴巴 两个耳朵啊 就是叫你们多听少讲 所以 念头很重要 念头很重要 释迦牟尼佛 在很多经文当中 宣讲 这个 净业 就是干净的业 包括你的心 包括你的意念 包括你的口 和声 就是真正的 意义上来讲 就是让我们 只能做 有意义众生的事情 只能 只能好好地 念经 只能好好地 脑子干净地 修为 一生成佛 所以 很多人就知道 每一个大菩萨都有 愿力 所以 学佛的人 必须 大愿 度众 必须 自身 老实修行 要 督射六根 把自己 管住 因为没有人 可以管住 你们自己的嘴巴 和心的 让自己的心 管住之后 出来的 全部都是善念 善行 善业 那你就 能够 在人间 成为一个 干净的 菩萨 行的人 好 听众朋友们 今天呢 我们这个 白话佛法 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